這就是2020年9月29日的《夜日獨報》的第一則消息 本來應該是第一則報的 但是因為我等民調的結果出來 不用等了,等到現在 現在我跟大家說說立法局現在的情況 根據東方人貝說,立法局總有70個議員 但今屆因為議員被取消資格 以及議員加入政府等事件 導致有5個席位入圓空 如今議員陳志全和朱凱迪宣布不再現任 令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議席差距進一步擴大 由原本的41席對24席擴大到41對22 一些政改方案 非建制派將失去三分之一的關鍵否決權 今屆立法會非常多風波 有多名的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 部分議員在補選之後 又因為選舉情請而裁定為非妥為當選 而現在有議員要加入政府 所以兩派議員的比例就多次改變 看看入法局的程序 如果立法局大會在表決議案的時候 如果議案是由政府提出的 只需要半數的在席議員贊成就可以通過了 所以建制派應該沒問題 如果議員提出的議案 就需要分組投票 需要地區直屬和功能組別分別 是要得到半數才可以通過 不過有一些部分的議案 是分別需要全體和在席議員的三分之二 贊成才可以通過的 比如需要三分之二贊成 所以通過的議案就有政改方案 如果計70個議員來計 非建制派就要有24個才可以有否決權 但由於這兩個人不再連任 所以現在只有22個才可以失去否決權 至於其他的議案 譬如譴責議案 撇除立法會主席 在現在的62個議員來計 非建制派只要21個就可以反對議案 因此他們竟然有否決權 我們知道陳之傳和朱埃迪 已經去信立法局 表示兩人會在9月30日之後 不再繼續出任第六屆的立法會議員 陳之傳信中說 由於任期結束之後 既然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要求延遲兩個禮拜 現在陳之傳說給他們14天 不需要在10月20日之前交還辦事處 現在另外就說說其他幾個議員 他們的虛流 我們知道民主派現在是一個兩難之局 到底留任還是不留任 因為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延遲一年 所以直至新一屆立法會選出來之前 現在政府是邀請他們留任的 現在就和大家說過了 葉建聯 葉建元 教協那個 就說訪問了 全體的會員 不過是抽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全體會員抽樣 這是字面上的問題 你直接說向會員做抽樣調查 就好過了 向全體會員進行電話抽樣調查 這些是香港電台的報告 大有問題 現在收了3422名會員的回應 六成認為有2053人表示應該支持留任 所以決定留任 另外就是民主派也在等待民調 我剛才說了 在等待民調出來 不過民調沒那麼大用 他們就訪問了2579人 中間就有739人說支持者 有四成七人支持留任 而反對的就有四成六 四成七、四成六就差很少 相差不夠兩個百分點 所以雙方也不過半數 因此他們就決定不了 決定不了 終於就是政治決定 那時候他們就 坐在一起 政治決定 都是一些 立法會的人工好一點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會繼續留任 現在宣佈了會繼續留任 即是說 這年好看 因為這年國安法在 所以看看這些人 如果你們是 阻仇阻勢的話 明年你想再重選的機會 你真是微乎其微 其實香港人看夠了 香港人應該現在對這群民主派的議員 其實就應該都挺生氣 因為搞到香港這樣 現在就是很難收波這件事 經濟的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救回來的 所以他們是攬炒 真是可能被攬炒到 真是麻煩 這是2020年9月29日的 第一則新聞在最後播出 多謝大家